IC 機體電路是將半導體電路小型化 IC 是由JACUV在1958年發明的 IC 現在無所不在 電腦 手機 數位家電 IC 帶來的數位革命讓科技大躍進 IoT 5G AI 8K Video 自動駕駛 IC 實現人類未來的每一個夢想 我是陸一貞 在未來科技的路上 IC 夢想家 HELLO 聽眾朋友 大家早安 或是現在是午安的時間了 不知道大家11點鐘 到底是剛剛才從棉被裡面慢慢苏醒過來呢 準備迎接星期天的早晨呢 還是現在其實已經運動了3小時了 有沒有 我今天才聽我一個學姐說 她現在每個星期天早上6點一定準時起床 因為她一起床就先去慢跑個2公里 然後她才會開始她一整天星期天的生活 我就在想說難怪我每次看她的身材 你知道要腹肌有腹肌 要腰有腰 要屁股有屁股 這真的是你知道努力才有的 還有一件事情也是努力才有的 就是對於某一個領域的知識啦 像是其實科技 尤其是科技的領域 其實算是一日千里 每天都有不同的變化 每個公司她都有自己推出的產品 運用的技術 還有這個公司就併購了那間公司 然後或者是WWDC才剛剛結束嘛 蘋果又發明了新的電腦啊 或者是華為又有新的手機等等的 那每天發生的消息跟訊息這麼多怎麼辦呢 IC夢想家的節目呢 就是希望透過一個小時的時間呢 讓你可以很精準的掌握 在這一個星期當中 各種頭條新聞科技領域 半導體領域的新聞大事件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這東西超級遙遠的 跟我的生活有沒有關係 然後講的詞又很難懂 股票也買不起對不對 但是其實你知道嗎 半導體雖然聽起來 是一個很遙遠的詞彙 但是其實跟我們日常當中 我們開的車子 我們看的電視螢幕 然後甚至我們用的手機 其實在我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都有間接或直接的運用 到半導體的這個技術 那不論是晶片的這個製程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成本的在壓縮 都跟我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要歡迎各式各樣的 聽眾朋友跟觀眾朋友 加入到我們的IC夢想家的 節目當中裡面來 加入的方式有很多啦 每天星期一天 每個星期一天的早上11點鐘呢 可以收聽飛碟電台 聽到我們聲音的版本之外呢 在現在的YouTube 跟我們的粉絲頁上面呢 也有影片的播放 怎麼樣訂閱呢 我最近發現製作單位真的非常用心 除了在飛碟電台主要的 這個頻道上面會上傳我們的節目之外呢 IC夢想家現在已經有一個 獨立自己的YouTube上面的這個頻道了 所以呢兩個好不好都一樣幫我打開小鈴鐺來訂閱這樣子呢 每一週最新的影片出爐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第一時間可以掌握得到我們最新發布的節目 一樣所有的留言呢 還有所有的這個意見都歡迎跟我們保持互動 你的每一個留言呢 我們都會細細的在裡面看 希望大家一起讓節目更好啦 好那我一開始中落落等講的超長的 我們趕快來聽聽 每一週呢其實我們的這個新聞主播Grace呢 她就會用她甜美的聲音替大家來梳理一下這一週發生的科技大事件 我們趕快來聽聽她這個星期要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Grace為您播報產業重點新聞摘要 半導體相關新聞出自電子時報 強化晶圓代工事業 三星SK海利市擬籌辦IC設計基金 以下是摘要 三星與SK海利市正與產業部南韓半導體生產協會協調 成立一千億韓元規模的IC設計基金 預計八至九月起航 南韓急需大企業帶動市場 此次三星與SK海利市將成為重要轉折點 記憶體相關新聞出自電子時報 美光看好AI助力記憶體需求量倍增 跟進華為禁令估影響13%營業額 摘要 美光資深副總裁及總經理Thomas T. Eby 指出 伺服器硬體部件趨勢將推升記憶體快速成長幅度 需求渴望增加6倍 截至2019年上半 美光估計約有13%營業額來自華為 中美貿易相關新聞出自自由時報 大摩表示 倘若貿易戰再升級 全球經濟將在九個月內衰退 摘要 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阿亞昨日發布報告指出 倘若川普後續對剩餘3000億美元商品 課證關稅 迫使中國採取對策 進行報復回擊 全球經濟將會在九個月內開始出現衰退 AI相關新聞出自電子時報 美國政府分拆亞馬遜和Google監督責任 分別歸屬FTC與司法部 摘要 為加強對Amazon和Google的監管 華盛頓郵報消息指出 亞馬遜將由聯邦貿易委員會FTC管轄 Google則歸屬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有意更深入調查企業是否觸犯反壟斷規定 電動車相關新聞出自經濟日報 電動車踩油門長線翹 摘要 今年第一季 全球電動車比去年同期增長57% 中國市場年增94% 全球市場銷量前三為中國、美國、挪威 在環保意識日益抬頭下 電動車市場已不可逆 在長線趨勢之下也待望相關零組件 電動車相關新聞出自騰訊網 華為正式成立智能汽車事業部 王軍掛帥定位Tier 1 摘要 5月29日華為對外宣布成立智能汽車解決方案事業部 定位為智能汽車領域的端到端業務責任主體 提供智能汽車ICT部件和解決方案 汽車電子領域缺乏世界級Tier 1供應商 華為入局可謂是機遇的當口 5G相關新聞出自騰訊網 5G手機市場調查 成本高導致售價貴 芯片專利成難題 摘要 中國聯通近日公布6款5G手機 售價都超過1萬元人民幣 中國移動也表示 5G手機價格最低為8000元人民幣 手機廠商要將一塊獨立5G晶圓 植入手機內 晶圓需要有一定技術含量 最終疊加給消費者的5G手機售價 讓一般人難以氣急 指令公司相關新聞出自日刊Axtec Sony對CIS投資1.1兆日元 期待TOF與車用市場 摘要 Sony在2019年經營方針說明會中 表示將以CIS為中心進行設備投資 2018到2020年 投資金額累積1.1兆到1.2兆日元 大型手機製造商使用Sony的TOF 也確立智慧型手機TOF需求 以上是本週IC新聞 下回見 好 謝謝Grace每週都幫我們盤點 這一週你需要知道的科技頭條新聞 剛才非常非常豐富 包括像是IC設計方面的 我們手機方面的電動車方面的新聞 就是Grace每一週幫我們蒐集了 這個知識跟新聞的維他命 你吃一個大補體 都知道這一週發生了什麼大事件了 但是你如果嫌這樣子的這個數據 或者是新聞的用語 好像怎麼少了一點故事性的起承轉合 製作單位也特地每一週都邀請了 科技大叔派翠 派翠大叔 科技大叔派翠客 用他自己的這個方式來講一個 他在科技產業上面的觀察 而且是用說故事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更理解 現在很夯的趨勢 怎麼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發揮這個技術 或者他商用的這個價值 這一週他跟我們講的是指紋辨識 我們來聽聽他來說故事 歡迎收聽科技大叔說故事單元 我是派翠克大叔 我們今天想聊的主題是 指紋辨識能否被破解 你需要擔心嗎 那我們知道用指紋解鎖 在今天可以說是一個科技的顯學 那現在是手機 接下來可能是像汽車啊 居家電子鎖啊 包括軍事重地等等 那關於指紋辨識是否容易被破解 坊間實在是有非常多不同的一種說法 我們知道在2016年 根據BBC國際中文版雜誌報導 確實有技術可以活過許多的指紋辨識器 例如說利用製作小熊軟糖的這個明膠製成的這種指紋 可以騙過某種辨識器 又譬如說是印在膠帶上面的一個指紋 甚至於是影印的這個指紋影像 也都能躲過某些指紋的這個辨識器 此外指紋辨識器大多是無法分辨手指的指紋 它是死還是活 那到了2018年有研究指出 A能產生疑假亂真的這個假指紋 那研究人員利用深層對抗網路 合成繪製出這個假指紋 幾乎可以疑假亂真 冒充真實指紋 透過某些的這個辨識的一個機制 那但是到了這個2019的今天 卻有這個科技部落格宣稱 這個膠帶複製指紋 是沒有辦法騙過指紋辨識的 因為系統辨識要活體才行 也就是說必須要有溫度 有血液流動的這個手指 才能成功的解鎖 所以像是我們說是砍手指 或是拿死人的手掌來解鎖 這些其實都已經 都只是一個電影的情節而已 那其實不管是何種概念的鎖 只要這個世界上面有鎖 就會想要有人破解 今天無法破解 很難說它明天不會成功 只是我們在擔心科技沒有百分百保障的同時 是不是我們也陷入了一種思考上面的迷思呢 記得三年前大叔的這個老爺車 開了十萬多公里壽終正寢 那想要換一台新的車子 那當然這個車廠的這個服務員 就介紹大叔這個許多車子的一個特色 最後介紹了這個晶片鎖 然後描繪了以後我們不太需要用那個鑰匙開車 車門的這樣一種便利的科技 當下大叔只是不安的問了他一句說 要是我以後晶片所遺失 那麼偷車賊不是很容易就把我的愛車偷走嗎 這個銷售員反而笑了一下子 訪問我說 那你以前的傳統這個鑰匙 要是遺失的 車子不是一樣很容易被盜嗎 那科技與安全的這個問題 一直是被大量討論者 但是往往最核心的取決點 還是在於人們本身的態度以及認知 如果有人千方百計想要到你的指紋來破解 特別他還要具備一定的科技素養 他可能這個難度 不下於想辦法偷你傳統的這個鑰匙 如果真的有心人想要盜取你的物品 就算是非常高科技的這個晶片鎖 或是傳統鎖 它之間可能也沒有什麼差別的 我們需不需要過度的擔心呢 這還真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 那今天的故事就說到這裡為止 那我是科技大叔派翠克 我們下週見囉 IC專家 哈囉 聽好朋友歡迎回來 你現在所收聽的節目是IC夢想家 我是陸怡貞小陸 每個星期很開心呢 可以透過不同的方法 能帶你了解在半導體相關產業 還有科技產業的最新的脈動 那剛剛在節目上面呢 我們除了聽了一星期的重點新聞盤整 還有我們的科技大叔說的故事之後呢 接下來這個單元呢 我們每一個星期都會邀請 一個有創業故事創業夢想 或是他的科技公司表現非常好 或是他的這個科技的解決方案 真的讓我們的生活更便利更快速 享受得到更多美好的這樣子的人物 可以來到節目現場跟我們聊一聊 他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這個單元呢叫IC專家 今天在我身邊的來賓呢 是來自於鴻海精密S4芯片系統方案處的郭經理 Benjamin跟大家打帳呼 大家好我是Benjamin 剛才他好可愛 他在那個進廣播之前有跟我們講了一下說 平常比較少接受正式的訪問 可是我必須要跟你說我覺得你表現非常好 真的嗎 對就是我完全感覺不出來你在緊張 真的嗎 但其實現在有嗎 其實我蠻會演的 真的蠻會演的 為什麼今天要特別請Renderman來節目上面跟我們聊一聊呢 其中我自己也覺得很有趣的一個部分 是你雖然在鴻海整個大集團裡面服務 但是其實你也算是創業家耶 這樣跟一般人感覺起來根本不對 你是幫老闆打工的人 你怎麼也可以自己創業呢 這是一個什麼狀況 這個其實鴻海最近其實就是我們董事長 他其實希望回饋整個社會 所以他希望鴻海不再是只是做一個製造的一個企業 所以他希望可以讓很多年輕人可以自行創業 但鴻海有比較大的一個基礎 所以也很多的機會 尤其我們在鴻海裡面其實 常常都有一些世界知名的人物來做一些演講 這也是我們董事長 極力邀請這些全球知名的這些不管是科技的領袖 或者是一些創業成功的企業家都來做一些演講 所以他也希望說鴻海內部的員工 也能夠在這個這麼大一個這麼好的一個環境去進行一些創業的活動 可是我就想說可能一般人都會覺得可能有的時候公司的意思是一件事情真的執行起來搞不好 老闆並不會真心的想要讓自己的員工真的可以發展 除非你可以立刻解決他指定的某一個部門或是某一個問題 否則也擔心說那就只是講一個 其實在這部分的話我覺得我們董事長還還蠻算是蠻支持的 所以他願意給你機會 比如說我們一開始有一些我們叫三用人才 讓針對某一些課題提出你的創業的想法 然後他會給你一段時間 那會用我們講說top down的方式 所以有董事長會到這個各次集團的總經理 那各次集團的總經理會在協助我們這些年輕的 我不算年輕 這些想要創業的這些同事 對然後把你的idea勇敢的講出來然後去做 所以他會給一段時間讓我們去做的 OK好但是這一段去做的這一段時間 他們我相信集團內部的資源你們可以使用之外 是 data也可以用嗎 data的話有一些比較敏感的 不能 就還是不行 但RD的資源也可以用 對RD的資源基本上大概在各次集團裡面 因為我們現在各次集團都還是算是獨立經營 對OK 所以在每一個次集團裡面大概資料都是可以共享的 那你們的財務呢就是內部創業的財務壓力呢 財務的壓力還是一樣由各次集團去支持 對 等於是你可以做你真的想要做的全新的一個東西 但是不用一開始很辛苦的去敲各個投資人 欠使投資人VC的錢 是是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之前在講說有BU化 然後公司化 證券化 這種三化的一個流程 所以一開始BU的話是針對某一個產品或是某個技術 你可以成立一個BU 然後之後呢慢慢的可以一些比如說可以一些break even之後 你就可以公司化 那是引力 對 有人進來做更多的東西 是是 吸引更多人加入之後加入你這個團隊 你會越變越大的時候 那基本上以先前科技新貴來說的話 你如果能達到證券化 其實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一起打拼 然後針對你的創業的題目 可以有更有一些算是影響力 好那等於是你現在已經開發出了不準不止一款 就是陸陸續續你們一直在一直在研究 就一直在創新 那這個產權使用權 甚至它營利的這整套邏輯跟作業 跟母公司的關係是什麼 基本上我們現在還是在這個鴻海的法輪底下 對 但如果一段一段是BU化的時候 還是在這邊 但是公司化的話 我們有成立一個獨立的公司 對 所以所有的產權 基本上都會轉移到這個新的公司 那不如我們就先來聊一聊 Benjamin目前正在開發的東西好了 OK 我們現在主要是Focus在做這個邊緣計算的部分 因為可能 好一般人聽到這就三條線 到底什麼是邊緣計算呢 用一個比較大家可能比較容易理解的一個話說 比如說像無人駕駛 當你就是無人駕駛在行徑當中 他一直透過相機去做拍照 去sense周邊的一些物件 但是如果你把這個data丟到雲端去做運算的時候 其實這樣的一個物差 當你真的比如說前面有一個石頭 你拍完照片之後丟到雲端計算 這是個石頭 你就要車子要移動 如果這個時間太過於長的時候 其實你就直接撞上去了 石頭是一個比較簡單 如果前面是一個 比如說一個障礙物的時候 你可能就撞上去了 所以這時候你不能什麼事情都靠雲端計算 我們講說就必須要邊緣計算 所以邊緣的概念就是說 我希望在local端在edge端 我就能達到比如說前面有一個石頭 我馬上即時的反應 去控制你的車子往旁邊移動 這個是我們講說 邊緣計算裝置的一個 就是edge computing來源 所以這個可能大家比較容易去理解 但我們希望把這些東西 應用在生產線上面 剛剛提到就是說 其實鴻海在大陸蠻多的工廠 那現在很多做這些檢驗的東西 尤其是這些數據 都是屬於客戶的數據 比較敏感 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數據本身都是屬於我們 就像整個母公司他們打拼下來 累積下來的資產對吧 對但是某些客戶的話 他還是希望這些data 你是不能不屬於鴻海 而是屬於他自己 所以你不能把所有的data都往雲端去送 所以比如說我們現在做這個產品 是說我在edge端 我就可以做這個辨識 比如說我們之前在 現在正在做的這個AOI 即可瑕疵檢測為例的話 當機殼在 機殼瑕疵檢測 OK好 就是我們講說桌上型電腦的機殼 要檢查它是不是真的可以用 是不是 對有沒有瑕疵 對比如說我們 我們代工的大部分都是全球知名的廠商 他不允許這個機殼上面任何的瑕疵 或者一些我們講粉點啊 或者是lactat 類似這種都是屬於瑕疵的部分 那現在的產線都是用人工去檢驗 OK 對比如說我們現在在武漢廠那邊 一條產線可能有四到十個人 就是我們想像中的那種生產線上的工人 他就站著然後前面又有一條運輸線 然後有機殼的這個部分 對就在上面去留 讓他看 對 用人力的方式去檢測他有沒有瑕疵 沒錯 他是拿起來然後透過不同的角度 去看看這一片機殼有沒有瑕疵 對 所以這樣做其實 太累了吧 非常的累 而且對這些我們講操作員來說的話 其實一天下來就佔八個小時 那是非常枯燥的一個工作 對啊也很辛苦 而且好沒有任何創造空間 然後就必須要一直一直在用同富的操作方法 那怎麼辦呢 你做的事情怎麼辦 對所以我們就希望說用邊緣計算的方式 來去做我們講說瑕疵的檢測 透過架設這個工業相機 把這個我們講機殼的照片拍到之後 我送到我們這個邊緣的運算裝置 去做數據的處理 數據處理只是第一階段 但是我們希望說可以辨識剛剛說的這些瑕疵 以機殼來說的話 這種霧面的瑕疵來說 它可能有大概20種常見的瑕疵 OK先把它分門歸類好 然後又是常見的 然後我們透過這個邊緣計算的裝置 我們叫Backstage的部分 去做這樣的一個檢驗 然後來跟這個操作員說 這一片機殼是有瑕疵的 那是哪一類的瑕疵 對所以這個是我們目前 第一個主要的一個應用 好聊到這邊呢 我想先跟觀眾朋友還有聽眾朋友 聊一下這個科普大百科 我覺得在我們聊進去這道理可以幫忙解決什麼問題之前 不如我們再回覆 重複一下也讓聽眾朋友了解 到底什麼是Edge邊緣計算好了 因為其實這東西Edge Computing還蠻新的 但是其實很重要 因為它不僅更快之外 也解決了很多雲端上面會侵權的問題 所以竟然專家在這兒 我大概說明一下是說 其實Edge主要是 Edge是什麼 它是夾在我們講說 Cloud Computing跟Mobile Computing的中間 所以剛好就是一個加薪筆 我們來舉一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地圖 地圖如果要去查什麼東西 或者是有什麼最新的衛星資料 或者是我要查 要怎麼從A點到B點 通常我都是要到一個雲端上面 把所有的附近相關的資料 download到我的Mobile上面 所以它其實一來一往是需要時間的 那你應在做的事情 那我們的話 本身來說的話 就是在 我不用上到雲端 我本身比如說 Data已經download下來 我直接可以回饋給你說 你現在在什麼地方 可能有哪一些 其實這是我們之前講的離線地圖的部分 離線使用我一天到晚常常用 對 它用的技術就叫Edge Computing 但是這種做法一個缺點是 我可能地圖會罵更新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 Edge Computing的Device的時候 我們還是可以連到雲端去做部分的更新 所以Data不一定說 always就是存在Edge端 那其實我們這個另外一次做一個 Micro Data Center的概念 我一樣可以儲存Data 但是我還是保留一個部分 可以上雲端去做更新 對 就一個小的資料中心 可以做資料的交互跟處理 那剛才地圖的離線使用是一個例子 那剛才Benjamin跟我們講的 第二個例子就是在工廠上面 在工廠線上面 如果大家都要去解決那個機殼上面 是不是有瑕疵 要去看它 那現在有一個更好的方法 就是把這些東西全部upload上去 對 然後透過影像識別的方式來判斷它的瑕疵 我們直接在現場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有沒有瑕疵 同時這個出瑕疵出包 很拉洒的資料又不用share 在雲端上面 讓所有的人都看得到 所以這個數據的敏感 就可以keep下來 不至於會擴散出去 Edge Computing其實蠻有用的耶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講看 你覺得它最幫助業界的地方是什麼 其實以我們現在幾個案子來說的話 像另外一個是CNC刀具的檢測 刀具 對 就是我們講 我要車一個外殼 OK 對 基本上鴻海是蠻多這樣的東西 對 所以 我覺得比較有 一個外殼 比如說像是這個東西 包包覆它的 都是用CNC去刀 尤其這個是鋁脊殼的話 哇賽 這個散熱片 其實基本上就是用CNC刀具 去把它給挖出來 就一整塊的鋁 然後去車 車成像這樣的形狀 它可以包覆起來這樣 那它的QC也是你們做的 對 OK 比如說像那個我們講蘋果的手機 它那個外殼 也全部都是用CNC 有整塊鋁塊去把它車出來的 OK 那這跟Edge Computing的關係是什麼 主要是做辨識的部分 我們講說 跟剛剛其實做影像辨識類似的 當我CNC刀具在做切削的時候 一個狀況是這個刀具可能會斷掉 對 那像比較貴的加工件 有時候像那個蘋果的手機這種外觀件 它其實它的加工件是比刀具還要貴 OK 對一旦刀具斷掉的時候 其實會影響到的是刀那個加工件 而不是刀具本身 OK 對 所以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這個操作員 就是我們講的老師傅 他必須用耳朵去聽 用聽的才可以知道那個刀有沒有正常的運作 OK 對 所以這一個好處是說 我們透過這個麥克風去收音 比如說我們現在之前也試過很多這種指向性的麥克風 我怎麼樣去收到這個比較好的聲音之後 去做判斷 那這個好處是說我一樣可以在邊緣就判斷出這個刀具 該不該去換 但是另外一個比較 我覺得比較有意義的是說 其實現場的老師傅 他的耳朵都已經壞了 因為他就是年事工作什麼都已經很辛苦了對不對 對對對 我講一個例子就是 當初我們在做這個數據處理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錄音 所以那個都屬於高頻的噪音 對 他們耳朵其實也有受傷 是已經大概 我們跟他講話的時候其實都要用喊 對 所以他其實用聽的方式其實是很不準確的一種判斷方式 我們有訪談過的話他準確率大概70-80% 蠻低的吧 對 那我們大概可以做到將近90%的一個準確度 OK 對 那另外一個小插曲是說 我們在做這個數據處理的時候 因為這個高頻的噪音 我們在就是剛剛提到說 我們必須做一些數據的處理 在做數據切割的時候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去做數據的切割 那有一次我就跟我們工程師講說 我們應該試試另外一種切割的方法去做數據的處理 那我們工程師馬上就說 要做你自己去做 因為那個噪音大概有30分鐘 所以你要是聽到30分鐘其實你是會發瘋 一般人跟我們受不了吧 對 那你怎麼辦 對所以 但是我們還是得做 所以我們希望去解決說 老師傅其實你可以不用在現場 我直接把這樣一個Edge device擺在旁邊 他幫你來去判斷說 刀具該不該換 但他怎麼用 他怎麼判斷 他也是聽的嗎 也是用聽的 也是收集那個聲音的數據 然後再判斷有沒有異常 對 直接都在這個邊緣裝置去做就可以了 那我這樣可以理解 邊緣裝置是一個技術 反正他就是離線幫你做運算 那你要運算什麼 要運算影像 要判斷聲音 要什麼熱感應 什麼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 就是看你要把它接在Edge Computing什麼 對對對 像我們這裡面有一個AI的加速的晶片 嗯 這個我很想聽 對所以 就是現在其實AI的晶片 還蠻多不同的廠商在做 那每一種AI的晶片可以處理的事情也不太一樣 對 那我們現在用的這個AI晶片 它不只可以處理影像 其實聲音的部分它也是可以處理 OK 對 那不同的應用 比如說我們提到說 像剛剛CNC刀具的部分 是一個語音的聲音的應用 然後剛才那個機殼的辨識是影像的 對 AI晶片可以怎麼結合 AI晶片它基本上我們講說 它是現在大家比較常聽到 就是像深度學習 OK 怎麼跟Edge Computing結合 Edge Computing基本上 我們講它除了Computing以外 它要夠Smart 所以為什麼我們叫BoxEdge 有一個I是Intelligence的意思 對 所以我們透過深度學習 趕快打個廣告好了 這邊我們特別拿出來 給觀眾朋友跟聽眾朋友看一下 Box是盒子的意思嗎 但是你剛才跟我們說 I是特別的 是Intelligence的意思 對 Edge就是我們一直一直在講的這個邊緣 處理Edge Computing 所以AI晶片放進來之後 它還可以繼續學習 是 因為主要是說 這個Edge Computing device 它除了系統本身 就我們常聽到的一些 比如說公控機 它本身就是具備一個運算能力 但是在做深度學習的時候 它不是那麼適合 所以為什麼像NVIDIA 它可以在深度學習的領域可以搭放異彩 是因為它可以把這個平行運算的能力 做放大嘛 然後又快 然後又大 對 所以我們把這樣的一個能力 也擺到這個Box裡面 所以等於說為了這個Box 增加了一些Intelligence的能力 那也就是說 AI的晶片放進來之後 會表現得更好 學習得更多 對 我可以針對剛剛提到的這些應用去 比如說剛剛說的CNC 或者是AI影像 辨識這些東西 它可以更準確 而且判斷速度更快 是是 好 這部分我太有興趣了 我們休息一下稍微進行廣告之後呢 也讓這個觀眾朋友跟聽眾朋友 喘口氣 來稍微吸收跟消化一下 剛才Benjamin跟我們講的 其實真的是非常 新 也蠻硬的技術 因為它不是直接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家庭上班 或休閒的時候會看得到 但其實接下來的應用 很可能也直接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我們休息一下 進行廣告之後呢 馬上回來繼續跟Benjamin聊聊 她做的這個什麼東西 還有為什麼這個東西 可以在紅海內部創業成功 我們休息一下 HELLO 觀眾朋友歡迎回來 你現在所收聽的節目是 IC夢想家 我是路易珍小路 今天在我身邊的是Benjamin 他在紅海裡 我沒有在紅海裡頭服務 但是自己做了一個 這一個超級酷的東西 BOXY EDGE 他剛好告訴我們說BOXY 其實就是一個外觀 像盒子一樣的東西 然後IS stand for intelligent 然後 EDGE 就是我們一直在講的這個邊緣計算 我一直試著一直在想 就是用什麼樣的一個很直覺的例子 可以讓包括我還有觀眾朋友 你在內可以了解他到底在做什麼 我就想到了 假設我要找一個全世界最壞 超級壞的大壞蛋 然後呢 他跟他十個羽翼好了 都一直出現在太北車展附近 然後呢 太北車站的每一個監視器的這個系統 就24小時 都一直要路來來往往的人 但是我不可能用人去看24小時 看一個月 然後他們到底出現多少次 而且是誰出現 這大壞蛋在哪裡去哪裡 沒有 對 只要那個連線的那個東西 錄影的那個東西 連到你提供的這個神奇的盒子裡頭 對 你這個神奇的盒子裡頭 就可以做什麼事 基本上我們可以做這個影像數據的分析 包含說你裡面經過的人啊 車啊 所以 會一些移動的物件 我們這個至少可以辨識到1000種以上的物件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影像資料位進來 然後你可以說我想要找誰 把一些比如說特定的人 把他位進去之後 我可以開始去做比對 把這個影像裡面有這個人的地方 我把他highlight出來 然後我也可以說 加上一些我們講說VMS 就是Video Management System 的話 我可以把前後大概比如說10秒鐘 15秒鐘 把它給截取出來 你就可以知道說好這個 這個人 大壞蛋 在什麼時候出現 然後他可能做哪些事情 然後他就生產一個資料的整理報告 對 比如說我要是負責把這個大壞蛋找出來的話呢 我就不用這麼辛苦 花24個人 然後每個人盯一台監視器 還花一個月來找 其實就是透過這一個東西 他是可以做這個事情 好 那這就是我接下來的問題很重要 像我們講了這麼多不同的應用場景 包括了我第一次聽到的 就是機殼檢驗 是需要人力在生產線上面來看的 然後剛剛看到CNC要貼這個外殼 然後剛剛看到抓大壞蛋 每一個企業他們都有不同的 屬於自己的Edge Computing的需求 那他們是怎麼跟你的公司聯絡的呢 基本上因為我們剛剛提到說是內部創業 所以我們也是在網路去做推廣 像這個Box Edge 昨天我們才整個把它組好 什麼東西 所以我是前面排名 對大概第二 第二個 早上我已經賣一台出去了 早上就直接賣一台出去了 對剛好因為Cuputex 所以我早上其實先去開一個會 然後對方也願意先買一台試試 先買一台試試看 可以知道那是什麼 它其實也是剛剛您提到這些 Surveillance 對Surveillance 它有很多影像的數據 它也希望說可以針對這影像的Data 做分析 我的話題拉回來 那我今天就是 我有可能是數據的人 我有可能是QC的人 我可能是Fashion的人 真的有可能的 那通常這麼不同的需求 你們怎麼服務到這麼多不同的種類 對我們現在其實跟交大的一個有在合作 他們有一個算是for start up的一個聯盟 所以他幫我們去找這些需求者 然後呢 因為他有很多新創公司 然後會幫我們去借鑑 我們就開始去做討論 針對他們客製化的討論嗎 對對因為以現在AI來說的話 其實現階段AI是屬於監督式的學習 也就是說你可能必須要跟這個AI的模型去講 這個是好的這個是壞的 那壞在哪裡 所以這個流程其實我們覺得還是屬於比較客製化 我根據每一種不同的需求 我就必須要去客製化這樣的一個AI的模型 對然後再應用到這個實際的場域 那目前聽起來會不會其實都大同小異啊 就在AI芯片跟Edge Computing結合的狀況 反正你不是辨識影像就是辨識聲音 其實我覺得這是最直覺的 像我們人來看就是眼睛跟聲音是最直覺的 所以這個大概佔了大部分的一個應用的情境 比如說像我們在大陸有做一個煙夜的檢測 煙夜一般人 對就是我們抽煙那個煙 它的一片煙夜大概有80到100公分大 蛤我想像不到欸 然後所以你可以知道說一個煙夜的樹 它其實還有分不同的等級 比如說上、中、下 因為日照的關係它有不同的等級 越好的煙它其實會賣得越貴 這很合理 所以像我們去大陸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稍微打算 越好的煙夜賣得越貴 那檢測煙夜好不好 現在也是靠人工在做吧 對 明白了 你們在大陸的時候發現這件事情 對 因為就是其實有這樣的需求 因為這個就是整個產業的問題 就是現在這就是辨別煙夜的好壞 都是人工去撿 所以其實大陸培養很多他們叫國手 去判別說這個煙夜是屬於哪個等級 那以目前來說呢 我們拿到的規格 它可以分42級 對 那從這個現場來看 每一個國手他在判別一個煙夜 其實應該說一箱的煙夜 他大概整個過程到五秒鐘 但是你就定了這個煙夜的生死 因為42級你假如拿到的等級是比較低的 你的賣不到好的價格 對 所以 那就很辛苦 那一整年照顧那個煙夜的人 對不對 還有成本 是 那也是因為這樣容易產生畢風 因為我可能可以跟 我就塞紅包給你說 你把我調到41級好了 是 所以 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的話 我們用那個 剛剛說的影像辨識的方式 我就可以去做 不同煙夜的分級的一個 應用 好 煙夜檢測這件事情 也跟我們日常人生活很有關係 像我爸爸抽煙嘛 他就希望就是他抽到的 他付出的錢是真的是 值得 值得嘛對不對 可是這也是因為煙夜 你像說80到100公分 是很大量的數據 是 我剛剛想到就是女生在意 他自己帶的鑽石 他其實也是一種影像辨識 或者是 珍稀的珠寶 或者是礦石 那他的數據量不大 而且之前也是用一個人 然後穿西裝筆平 然後非常嚴謹的在檢視 數據量不大就不適合用 以目前來說的話 其實數據量少 有數據量少的做法 當然這個還是 還是在持續的進化當中 那一般我們在做這個 AI的辨識的時候 學習的時候 其實數據通常都是最難的一關 因為我必須要收集到足夠的數據 足夠大量 那你剛剛提到說 像鑽石或者一些配件的東西 對啊 我們還是會用擴增的方式 你的數量雖然很少 但是我透過擴增 這是一種類推嗎 算是 比如說你可以想到 我可以把它做Miro 旋轉 對 一分像我們在做瑕疵檢測也是 因為瑕疵不固定的形狀 你必須要做一些擴增 對 就推理的方式想說 有可能會是拿 是 拿這種方向這樣子 對沒錯 哇 我覺得世界變化真的好快喔 對 這是科技的演變 對 其實AI 從二三十年前就已經存在了 那只是當時的科技 沒辦法去做這麼大量的運算 你知道嗎 如果連煙草葉啊煙葉都有辦法用大數據做到檢測的話 我覺得鑽石只會多不會少啦 所以其實不論你是男生女生 愛戴珠寶配件還是抽雪茄啊抽煙 其實可能背後都有遇到很高端很高端的技術 然後這個真的有點嚇到有我了 原來我是第二個拿到它 對 跟大家一起見面趕快多摸兩下 不過我接下來很好奇就是這麼新 然後在我覺得在技術門檻上 上面一定也不算低啦 是的 又有研發 又有必須要Sales 你今天在Computex賣出 然後又要精準的對接到客戶的需求 提供一個客製化的操作的方法 這一切是怎麼在一個大集團內部 你的人是從哪裡來的 呃 其實這個還蠻 蠻巧的 應該應該是說 我們一開始其實是做那個作業系統 FIREFOX全球第一台的平板 其實是我們團隊去做的 對然後後來 因為FIREFOX整個退出平板的市場 所以我們轉去做這個HTML5的OS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接觸到這個 對到這個Smart Home的一個應用 所以在那個情況底下呢 我們發展出一些手勢辨識的一個應用 喔你對於家具的操作 例如說 我們主要是針對電視 電視 開關 對我可以去選台 或是 大聲小聲 對對 用手勢就好 除了語音以外呢 其實另外一個就是用手勢去做辨識 所以比較直覺 下次可以把那個電視在這裡嗎 就是可以手勢辨識的電視 其實現在一直都有 我想要現場做給觀眾看 那也行 對 然後繼續然後呢 跟這個差很多欸 然後呢發生什麼事情 對後來呢 我們就去做這個臉部辨識 因為在那個時間點 其實臉部辨識還沒有那麼夯 對所以我們那時候做到96%的準確度 其實在那時候算蠻高的 但後來因為大陸幾乎 哪有啊 大陸Face家家他每次都說就是什麼 他是99.997 什麼之類的 然後比臉書還高 就是因為認知到這個 這個問題呢 我們在臉部辨識的領域 我們可能沒辦法投入那麼多的資源 因為我們必須找出我們的Niche 所以我們轉去做這個瑕疵檢測 所以從剛剛說的 Gesture的部分 再到Gesture就是那個 我知道手勢辨識 對 所以你反而是在做的過程當中 去Identify這個東西是有需要的 那這樣郭董還真的蠻聰明的 等於是你們原先在盲 洪海內部的相關的生產 慢慢再轉移到這個實際的應用 然後同時他又可以推給他手上現有的客戶 作為一個解決方案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其實我們整個團隊在產品 或是技術研發的這個道路上 就更明確了 所以後來接著這個我們講AOI的部分 其實在今年的GTC 在那個NVIDIA的廠裡面 大會 對我們把整個產線也搬到現場去做一個demo 讓他們看這是怎麼做出來 對 裡面上面的演算法就是我們團隊開發的 OK怎麼聽起來你們團隊換項目的時間也蠻快的 你看做了好多個Firefox Always 然後做了加智慧Home 然後又做了這個 主要其實產品會變 但是我們的技術其實還是持續在做這個深度學習的這個領域還是沒有變 只是因為其實在電子產業這個更換的速度非常的快 對所以產品一定會持續的去做變化 但是在技術本身的開發上我們其實是一直累積的 剛剛提到說Edge Computing這個Device 除了系統還有一個是AI的東西 然後搭配芯片做運用 系統其實是剛剛說的OS作業系統部分就是我們持續在研發的 那我們把這一塊也都放在裡面去 欸我很好奇是誰把他想成說他其實可以做成一個盒子 好像是一個小主機一樣 他其實或就是一個主機 對其實這個其實我跟我們的主管叫Gym 一起討論出來說 他人呢 他剛好今天到那個上海出差 OK 而且為什麼是做成這個大小 因為基本上我們講你想到Edge端 你就不會想他是一個很大的主機 就這是一個盒子啊其實 對 所以才叫BOXY 對 但是他具備了一些Intelligence 所以他可以做到剛剛提到說的一些影像辨識 聲音的辨識 嗯 甚至你要去做一些人臉辨識 其實都是可以去做 找大壞蛋 欸那請問你這個idea你想好之後 你是直接Present給集團的大老闆之外 你有 郭董有拼嗎 因為我在網路上面一直看到有一個 當郭董很鼓勵年輕人創業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嘛 但是他有的時候也會challenge你的創業的idea 他會說這個不OK 或者他會直接跟你說這做一定死之類的 你有跟他討論到嗎 我們沒有直接跟他討論過 但是我們這個BOXYG這個產品 在我們集團內部的比賽 我們大家都拿到了 就是剛剛提到的CNC拿到第三名 然後那個AOI的機殼瑕疵也拿到第三名 就是一樣都用這樣一個BOX 然後我們在內部 你們還有一個比賽 有 就是代表內部也很 對 那在這個比賽裡面 其實我們總裁是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他也跟我們總經理講說 哇我們S4真是 支持落敗 對 對 技術能力也是非常夠 在這個比賽呢 我們可以拿到兩個第三名 對 好所以現在你的團隊下面開發 或者是SELF的人 也是紅海內部的人 都是 就是你的team 對對對 就這個就給你做就對了 是 哇 我現在我剛剛為什麼會挺一下下 是因為我想要問說 大家都會覺得創業99%的人會很辛苦 對 想很辛苦應該是太太溫和 就是99%的人會死在沙灘上 我不知道在集團內部創業到底是 麻煩更多挑戰更多還是其實 其實在內部創業我覺得唯一的好處是 你可能不用擔心資金 但是遇到任何創業會遇到的問題其實都一樣 累積客戶名單 客戶難搞 作業流程不知道怎麼樣設計 沒錯 人不適合 尤其是在那個深度學習的領域 因為這畢竟還是一個比較新的領域 大家一般比如說中小企業 因為是像我們在紅海內部 你怎麼樣去把這個AI落地這個事情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去做 整個作業流程方法也不懂 對都沒有 因為沒有潛力可恤 那為什麼沒有針對這樣子的作業流程而生的作業流程設計師啊 就是好的PM嗎 這是你的專業 其實我們現在就在做這件事情 對啊這是你的專業 那因為 客製化讓它不太可能標準化 其實剛剛說的其實AI目前來說還是比較客製化 但是它的流程 對啊流程很難標準化 對很難標準化 但是它還是有一個大概的一個模式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有點是在去 重新定義這個業界了我知道 還沒有 還沒有還沒有 就是主要是教育這個使用單位 你該怎麼去做AI 對 然後你該怎麼去做數據的收集 因為其實這個通常都是第一步最難的 你怎麼去採集這些數據 其實你必須要花錢 那對我們生產單位來說 這個對他說一個成本的上升 他不確定這個投報率夠不夠的時候 他其實是會back off的 等於說你要是說服客戶啦 是 時間的關係呢 我那個製作單位要求 不是要求 是我要求你 但是製作單位也希望可以請問的 如果你現在要可以給創業的人 一句話鼓勵他們的話 非常短緣時間的關係 鼓勵大家 創業不論在集團內部集團外部 你會跟他們說什麼 我很喜歡這個東西 by the way 因為我看很多很多新的技術 拜託這Edge Computing 在矽谷VC瘋掉 都一直在投這個東西 對啊好 好我覺得其實應該是說堅持 因為我們在這中間其實 遇到蠻多的問題 但是我們始終堅持去做 包含說在做AI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去蒐集這個Data 人家不會給你 這麼容易就給你自己Data 你就必須堅持 往這個領域去做 好 你現在聽到聲音呢 是來自於紅海金米S4 芯片大數據的郭錦斌經理 他非常的親和 叫我們叫他Benjamin 如果有需要他的這個解決方案的話呢 趕快透過各種方法來聯絡他 之後呢接下來你的團隊 還有把這個業務推展出去的時候 全世界客戶都買單 謝謝 非常謝謝你跟我們聊聊 也記得在下星期天同一時間 上午11點鐘 我們空中再會囉 大家拜拜 拜拜